520这一天最让人错乱的还有这个身影 柯文哲今天来到凯道 庆祝民进党执政总统交接 可是前几天519 一草根游行也跑到人家民进党中央楼下去 抗议民进党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不觉得很乖吗 本来柯文哲想透过这一场游行 展现风行草演的威力 可没想到小草们不给力 不但人气小轰轮他上台 居然现场人跑一堆 对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两天除了赖清德总统之外 最有戏的是谁 最有戏的就是柯文哲 你想想看你5月19号 你跑去人家家门口 你去给人家乱 乱完之后你520又跑来这个地方要庆贺 结果你看今天来讲他真的是很抢性 为什么你想想看520可以迟到的吗 520可以迟到吗 他今天来讲的话柯文哲主席 他是压线抵达 好他在现场来讲的话 顾叶宾看不出来欢喜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来的时候 记者问他说不行不行 快迟到快迟到赶快进去 重点是黄珊珊 黄珊珊站在这个路口等他 我觉得这表情是不是有点不耐烦 这表情是不是觉得说 你是在做什么 你怎么会迟到呢 所以又有点不悦 又有点不耐烦的感觉 昨天去人家党中央留下去洗脸 说你是最大的财骗集团 今天跑到凯道要来祝贺 乱在这个地方 谁不乱呢 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游行的这个现场 他本来拿了个芭蕾 要展现小草们都是我的 我说一句一虎百诺 结果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519游行 其实他非常非常的错乱 第一 昨天在这个党部 民进党的党部有人吗 民进党党部没有人 那你安排在那边 你到底要干嘛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去就去了嘛 去的话民众做主 送出两百 两千颗的巴辣 然后说蔡英文政府 你去呛读蔡英文 可是明天要上任的是赖清德 好 重点来了 你今天来看的话 你要是真的很有实力的话 你这个场面下去 好看也就算了 反正就是正式动作嘛 问题是昨天一开场的时候 其实开场就是巅峰 因为开场的时候人数很多 等到两点半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离开了 接下来等到柯文哲阿伯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人数是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地递减 所以柯文哲这个游行人数呢 他们自己说 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到达了八千人 可是市井局当初预估是一千人 来来回回他说有到林申北路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去参讨的啦 好 最重要的是 网路直播蛮有趣的喔 网路直播说有八万人 但是呢高点在哪里 高点在黄国昌 黄国昌上来的时候 就是他的最高点 接下来 等到柯文哲上来的时候呢 剩下四万人 怎么会这样 阿伯先生应该拉到最高潮啊 对 阿伯先生应该是 打往上对不对 可是昨天感觉上是 高点是黄国昌 然后阿伯先生 变成断癌式下来 他为什么变毒药 现场来讲的话 应该是大家不喜欢看到阿伯的 他的小草不喜欢看到阿伯 他的小草现在都变成冲了 黄国昌昨天在现场 他又哭了 他又哽咽了 黄国昌在现场的气势 非常的强 他还告诉大家说 要带大家很可惜 没带他走到最后一里路 所以重点 现在民众党是谁的 现在民众党就是黄国昌的 昨天很多人到现场 都是去看黄国昌 连鸡排妹跑去现场 来做一个街访 很多人都说 黄国昌可以做下一任的这个 主席 可是他比黄三更适合 但重点是 诶 柯文哲还没被抓去关 现在主席还是柯文哲 但是黄国昌的气势 已经整个压上去了 所以这下大事大条 如果柯文哲本来只剩 民众党的阳春党主席 现在又被黄国昌 给死亡交叉的话 还有更多的线索 确认这个发生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所有的一切 都在这个现场里面 你想想看 你要去呛民进党是柯拉党 你两千个柯拉送下去就好了 你的主事业就是什么 一人拿一颗柯拉 可是你这样子画面扫过去 你看到的不是柯拉而已 我看到的都是太阳花 还有黄国昌 国昌 我老师每次拿起来都 一个冲在那边玩一个 马上他有拿冲出来 流量就上来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没有听阿伯的话拿柯拉 而且我是比较喜欢黄国昌 对代表说呢 我今天来COT 不是你民众党的一个铁杆粉丝 而是我黄国昌的个人魅力 黄国昌他从这个他的时代力量 再到民众党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别 反正呢 我就是带着我的人马 我可以带枪投靠 但是呢 我的个人特质是非常强的 所以国昌老师昨天哽咽之后 你看到没有 大家那个下面的那个小草变小充 拿起来 整个喊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谁最有气势 黄国昌最有气势 柯文哲呢 恐怕已经要变成历史的遗迹了 好 人群我们看到了 昨天这一场游行太有戏了 从人气 从网路流量来看的话 柯文哲 阿伯真的该担心了吗 到底接下来520过后的民众党 是阿伯的民众党 还是黄国昌的民众党 其实这个礼拜天的这个游行 对于民众党来讲 当然相对重要 可是你会发现到 大力在推动的居然是黄国昌 而且黄国昌在他的直播里面 一直叫大家拿根葱 还说阿伯也会拿葱 那问题就来了 你真实看到昨天的现象是 有人拿着葱 有人带着草 还有人发太阳花 那到底他的诉求是什么 群众是从哪边来的 我在想搞不好有人去算说 拿葱的比例有多少 拿草的比例有多少 所以后来民众党干脆干嘛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拿把辣 那你拿把辣的这个状态之下 老实讲 你的抗议诉求是一回事啦 可是对于柯文哲现在整体来说 因为黄国昌在民众党的党内里面 其实是没有负贫的 他没有其他政治上面的因素 那只有原先这个太阳花的人 可能对于黄国昌是有意见的 但是这些人并不会投入到民众党的怀抱里面 所以问题就回来的是 当昨天这样一个现场的整体的状态之后 柯文哲自己本身因为这一段时间 一直陷入到他在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正义下面 所以即使昨天按照柯文哲 他们自己宣称说将近有8000人左右 台北市警局是归大概5000人 但重点是 这一些人到底是心向黄国昌 还是心向柯文哲呢 所以我就问你 小草们黄国昌的支持度跟阿伯的支持度 是不是已经死亡交叉了 我认为在直播的这个人数上面 当然是交叉的 因为柯文哲现在最大的困境 其实来自于当他出面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回应这个所谓外界 对于他过去执政的时候的那些疑问 所以他只能站在一个被动式回答的角色 而且回答的又不清不楚 他只能回去比以前MG149以前怎么样 可是你咱共都过过去 大家现在要看的是现在啊 最后我就问你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舞台 只剩这个阳春党主席 如果这个党都变成国昌的党 那柯文哲怎么办呢 其实柯文哲声量最高的时候 是他自己本身投入选举 所以接下来在2026的县市长选举里面 我认为民众党高度的这个所谓的 被关注度一定会往黄国昌 或其他参选人的这个身上走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运筹帷幄的党主席 请记得一件事情 黄国昌曾经说过 他好想主导一次总统大选的选战 那大家一定会把2026年的这个选举 视之为他要如何去操盘 这个选战的这个状态下 那我认为柯文哲的角色 就会退到第二线去 那如果他退到第二线的时候 他要不要想尽办法 再营造这个所谓的议题跟话题 那如果要营造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于黄国昌或其他准备要参选 县市首长的人来讲 愿不愿让柯文哲主导一切 我觉得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反而是他会被挑战的一个地方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两个月